你好 你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一樣 我想先問一下 因為你剛剛講的什麼 而且你的聲音好靈魂 因為我們 我們很多R的字 所以聽起來會像繞口令 可是其實沒有繞口令 所以剛才那句是什麼 就是 可以再一次嗎 我一個假裝就繼續很尊重 因為我們也知道 再給你機會 我先看筆記一下 對 沒錯 我們今天就來假設一件事 就是我們如果到荒島上 因為我們都要有一技之能 對不對 然後到荒島上你要有怎麼樣能力 你才覺得 我不會在那個島上死掉 因為像我覺得很多台灣人 是這個不吃 那個不吃 我怕我們到島上會悄悄 太軟的飯我也不吃 對 可是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台灣人 其實在荒島搞不好是活不下去 可是我覺得不太一定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各國環境不太一樣 他們學的生活技能也不太一樣 我們小時候也有同軍課耶 那你學到的是什麼 對啊 對啊 真的 真的 你連同軍神要怎麼綁東西 你也忘記了吧 真的不是就忘了 我只會得出椰子樹 是長什麼樣子 椰子樹 這誰不會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聊聊 各國人如果到荒島上面呢 誰會是可以繼續生存下去等等 歡迎大家 歡迎 好 所以一樣 我們剛剛都說小學有學同子軍 但我們都忘記了 好像只有同軍 我只記得 然後加政客 我只記得 椰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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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破冰的一些遊戲而已 對 沒關係 這都很重要 所以這是我們的技能 那你們呢 你們在學校有沒有學過什麼樣的生活技能 掉到那個荒島上 你覺得可能可以讓你活下去喔 在瑞典我們有兩個很可怕的一個事情 第一個是 我們有蠻多學 所以我們小時候我們會學到的是 有學做一個房子 學屋 但是對 不是一個那麼漂亮的房子 但是是一個你可以活著的一個房子 然後 這個也是重點是 這個裡面 需要很拼 因為如果沒有拼的話 那個荒比較簡單變成水 對 而且 你也會做一些那個小小的一些 這個 Ice block 就 也是用 用學做的 但是這個也會 會變成你們的 的門 而且 裡面也可以說你可以做那個椅子什麼的 然後 最最重要的就是 你也需要用你的 一個一個東西 放在那個門裡面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 是 會 繼續下雪的話 或是暴風雪 之類的 所以你會用這個 是可以比較簡單是 開門 的一個 一個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在瑞典是我們有蠻多森林 然後我們會學到是 如果是 你真的是 那怎麼讓 其他人 希望是 一定會希望 其他人會 去那邊找你 如果 找得到你 對 是怎麼會幫他們 找得到你 沿路丟麵包穴 就 還是 走一步又不拖一件 其實這個很簡單 如果他們用 用一隻狗 那 你就 收救犬 報書就好 因為 如果你報那個書 是你的那個 味道 身上的樹 對 回家那個書 因為我們 瑞典的森林是很大 然後有的時候 你不知道是 往左邊或是右邊 所以這個又是 最大的問題 只要轉彎的地方 就要有一個氣味 因為大部分的人 他們都會 通知 我今天要去這個森林 我要去這邊 所以大部分都會 在這邊開始 但是 如果你是 可能是 或者你看到一個動物 你需要 可能是左邊 然後其他人不知道 是你往左邊 或是右邊 但是如果你一直是 是保書 那個狗 會可以 玩到你去那邊 搜救犬就會 找得到你 真的 這個真的沒有想過 我們真的沒有教過 這個東西 爬山非常有用 對 真的很有用 真的我們學校 沒有教過吧 應該不是我們 我只看過 登山的人 會在樹上面做記號而已 對不對 就是 綁那個 綁一些顏色 可是那也是長大之後 才知道 真的耶 蠻厲害的耶 這個非常的實用 好 林琛 我們小的時候 我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 有一堂特別生動的課 叫做野炊課 就是我們自己在家裡會 帶那個鍋子 帶刀 然後帶食物 就是去到一個很野外的地方 偏僻的地方 然後自己要想辦法生火 然後把食物做熟 然後給自己吃 但是生火的話呢 也是非常有講究的 就是如果說你是一攤 比如說我們像電視裡面看到的 一攤木材在這裡 然後你點火點著了 你可能在上面架一個鍋子 那火其實很快就會 就會用 就是沒有 然後你要一直拼命地加柴火 加柴火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做的事 就是它有一個土坡 然後它這邊裡面可以放柴火 我應該把它氣起來 然後上面留一個洞 然後這裡面放柴火 然後這邊要通風 所以你鍋子放在上面 比如說你煮水啊 煮那個食物什麼之類的 它的這個溫度會持久一點 真的耶 然後那你一定要通風 如果你不通風的話 那很快就會熄滅掉 真的耶 對 所以我們自己就是上小學的時候 就會自己出去玩這種 然後因為是野外嘛 然後我們老師還會教我們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 那北斗七星我們都知道 就是它有一個就是 北斗七星它是在變動的 但是北斗七星上面的這兩顆 我忘記叫天雪還是天雞了 這兩顆連成線的話 在它前方的大概五倍的距離 有一顆 有一些很 就比其他的星星要明亮的 就是北極星 對 因為北極星 永遠指的是地球的北極端 然後呢它還能夠辨別 春夏秋冬 對 然後以前農夫也是靠資格來看 什麼季節要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 對 沒錯 比如說像現在如果是春天的話 它的這個掃柄 就是這邊的單顆星的話 它就指冬 那如果是夏天的話 這個 這邊的這一顆單星的掃柄的話 就會指的是南 然後如果是秋天的話 這邊指的是西 然後如果是冬天的話 這邊這一顆指的就是北 對 而且呢 因為我們老師還教過 我記得以前看電視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流落到荒島上的話 四周不是應該有海啊 或者是水之類的 那風向也很重要 因為比如說像大陸型氣候 我們的話比如說 夏天的話是會刮東南風 冬天的話是會刮西北風 然後找到避風的地方 就會比較的這個 因為保暖很重要 室溫就會很危險 所以要找到一個避風的地方 而且我記得就是 如果說是現在 不管是吹東南風還是西北風 你知道這個風向的時候 你就去海邊 順著這個風向的話 看哪邊可能 也許會有穿 飄過來 飄過來或者是來接近 你可以就是求秀這樣子 哇 你們這個課是以前的什麼 什麼課上的啊 小學 小學自然科學還是什麼 我忘記 其實你記得我們小學 有一個星盤嗎 然後可以這樣子做的可以轉 有 有 在那個時候學什麼 查電去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最好玩就是 就是把它拼起來 那個過程就好 對 然後還一直轉它 很好玩 但學的時候 我有點忘記了 我們這邊一直轉 看誰轉得快 整方短就還不錯 好 Kevin 巴西那本身是一個就是 自然環境很豐富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那我們也是自然的人就會 從小在 就是不管是學校還是長大 我們一直會對我們這個 自然環境做很多研究啊 然後去學習怎麼去 分辨在這些環境裡面 有一些什麼樣的動物 那比如說我問你們 你們覺得這個蛇 牠是有毒的還是沒有毒的 這是小尾蛇 這是有毒的 對 因為牠頭 牠也是有毒的 我覺得這個蛇牠就是很容易遮到 因為牠有這個尾巴 可以想那個聲音 OK 那這些蛇呢 你們可以分辨嗎 其他 手下腳沒有毒 其他我可能要走近看牠 我才看得出來 OK 那我跟你們講 其他 其他的都是有 好 你看喔 就是我們這邊有分 就是有毒的蛇 牠有哪些特性呢 牠的頭呢 一般就是有三角形的形狀 對 然後牠的尾巴呢 就是牠的尾巴呢 牠很快就變很尖 嗯 沒有毒的蛇呢 牠一般的頭呢 是圓形的 那牠的尾巴呢 就是牠是很長很長 才會變很尖尖的 喔 我們是這樣學習的分辨 毒的是突然就變很細 對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些 學習比如說 我們在一個沒有辦法 得到水的地方 我們會去製造一個東西 就是 呃 才有辦法去 把那個水 變成可以喝的 過濾 那我稍微畫了一下 牠大概的樣子是什麼 喔 太陽 那我們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 中文怎麼講 餅燙 來幫我翻一下 呃 容器 一個 OK 一個容器 一個比較大的容器 烤我們中文 點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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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盆子 好 那這個盆子裡面呢 我們就會把 不乾淨的水放在裡面 裡面呢 我們會再放一個小的盆子 在裡面 然後這個大的盆子呢 我們會包一個 一個膜 一個保鮮膜 OK 那上面的話呢 我們會放一個重的東西 一個是無頭 壓住 好 那我們就會放在太陽 放在讓它曬 讓它曬 裡面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蒸發 它會開始蒸發 它會開始蒸發 對 然後這個水呢 就會積在這個 這個膜的表面上 那因為有這個重的東西 在中間 這個水就會一直掉在這邊 這個就是乾性的水了 水蒸氣 對 水蒸氣 我們透過這個方法 去把這個水淨化 才有辦法喝 哇 所以這些是巴西人 就是從小會去 去接觸的一些 生存技能的一些方法 真的是上山下海 海地 在美國 因為我們每一個州 跟每一個校區都非常不一樣 所以小孩 小孩子學的都很不一樣 但以我自己的經驗 我們小時候 至少我那邊是很多人都是 參加那個同軍 所以他們也會教我們 比方說怎麼做地圖 當然是基本是怎麼看地圖 但也要去了解怎麼到了這個地方 如果我要畫地圖我要怎麼畫 它的地形是怎樣的地形 還有指南針要怎麼用 到了國小的最後一年 五年級或六年級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叫做 外國學校 外國學校可能是 它就是個戶外學校 可能會去幾天或到一個禮拜 我的經驗是一個禮拜 我們去那邊是 老師會教我們怎麼 自別可以吃的食物 跟不可以吃的食物 然後他們目標是讓我們 就是跟大自然拉近關係 不要怕大自然 所以我們要好好去研究這些植物 這些動物 然後知道如果我真的要在這裡生存 我可以怎麼做 那當然國中我們也會有 修車子啊 修車子 我們有修車課 對 就是我這些我都有上過 然後在美國我覺得 至少我們小女孩子 我們都一直會被大人鼓勵 就是學各式各樣的 所以我小時候就學打 弄那個 縫紉機啊 那些東西 我最近在學那個 對 超級厲害 它勾了一隻小老虎耶 超強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超厲害 其實雖然那個是 可能就是為了療癒而已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是到一個黃島上 我會覺得這些工 還有煮飯啊 煮飯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幫助你生存 厲害 怎麼做衣服之類的 所以我想說 因為我們說你應該是吃到杯子 是哪一個 哪一個是 方位 對 然後是世界上每一個地圖 北就是上面嘛 對 除了 台北捷運站的地圖 對 這個 對 真的 怎麼了怎麼了 台北捷運站 我來台灣的時候 每次找捷運是迷路人 因為是出口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往哪裡 台北車站嗎 對 因為是地圖 牆上的那個地圖 說捷運站那個地圖 他們會就是 上面不是北部 上面是你看到的地圖 對 對 就是你現在所在位置 地圖不是這樣 地圖也是上面是北部 我們的地圖都是這樣 很方便 對 那就是台灣人的問題 方便為主 OK 太快了 所以我們台灣人看得懂 你們都看不懂 對 看不懂 真的 我真的要去 其實那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好不好 其實很多台灣人也看不懂 有時候就會看地圖哪裡有紅點點 對 紅點點我們 然後它會依照你的位置 然後來跟你說哪裡 譬如說這邊是美食街 這邊是什麼出口 我們就往那邊走 譬如說右邊有個麥當勞 你就往那邊走 你們看不懂 因為地圖 直光的感覺就是 上北下南左西用的 而且在開車的時候地圖不是 Google map不會說 然後我都會罵說 真的 我會生氣 就是因為我 而且你知道嗎 我最近... 我最近... 我最近才聽得懂 圓環第二個出口 在哪裡 圓環第二個出口 聽不懂 我是最近才懂喔 真的 尊重 你看 真的假的啦 就是第一個第二個 我現在才知道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我現在才知道 就不知道你以前覺得是什麼 我就第二個 沒有 我以前都 Google讓他在那邊放 所以因為我都走 我會走路 我會走路 我才走 不會走路我都不會去 所以台北下南我從來不去 真的嗎 開車站的那些地圖 會讓我感覺我自己很笨 因為我就會想說 這個地圖 難道我不知道路的方向嗎 然後我就...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 我們在畫地圖的時候 可能也要聽一下 我們國際朋友的機率 真的 Grace 如果我們的話 基本會學那個怎樣 就像我們的學校 其實幾乎都會有那個 煮飯的課 而且你會生活 鑽木取火 是因為 好學時候有念過 來 我們上木頭 我們在那邊說什麼都會 什麼都會 上木取火真的不行 因為鑽木取火 你還沒鑽成 手就起火了吧 人就垮了 真的喔 手真的是有雪有礁 就是木頭跟木頭 然後這樣子一直在說 我們是用放大鏡 對 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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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只要有玻璃就可以 而且要有大太陽的狀況 才可以 對... 陰天的話在那邊... 對 陰天都沒辦法 所以就整個這樣子入口 好 還有人除了噴潤之外 就是我們煮飯的話 就是會先教那種基本的 比如像炒飯 然後就我們的老師呢 會就讓我們自己選 要煮什麼料理之後 然後我是覺得啦 印尼的話是可以贏 這裡全部人現場的啦 可以摩得下來的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 你們是內建很強的 什麼都...什麼來都可以消化 我跟大家講 就是很多人就會說 台灣的夜市就看起來很骯髒 不乾淨什麼 台灣也是很乾淨好不好 超乾淨的 我們是真的很亂七八糟的 就是我們的餐廳呢 就是會為了生意 什麼都做 不合法的也做 比如說... 就是我們很多炸物 然後我們想要那個炸物更脆 你知道他們放了什麼嗎 炸物更脆 炸物更脆 放... 或者是... 麵包粉 然後這是合法的 這個不合法 放了塑膠 化石 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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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脆的 所以你們是塑膠 裹地瓜粉去炸 就有可能就... 就一起就把它放著 在一起然後炸 真的啊 這個不合法 而且會脆很久都滾轉掉呢 對 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不是咬咬要吐掉的嗎 咬咬要吐進去的 沒有 你有... 它就已經軟在一起了 替代那個粉 天啊 不只是這個 吃塑膠 還有就是... 不是... 不是要比較Q彈的 最好吃 對 像沙尿牛丸 我知道 蛋豬是硬的 是QQ球那個 短硬的那種 然後加了什麼嗎 福馬連 福馬連 所以那時候有那一年 但我好像在小學時候 福馬連 福馬連 應該是百年後才會用得到 怎麼說 對啊 他們是真的把它加了 在那個牛肉碗 然後就被政府抓到 然後就直接... 就先... 就進了那個什麼 所以其實你們也吃了很久 在還沒被抓到之前 你有吃過嗎 我覺得有可能我吃了 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嗎 對 因為你們... 就像以前我們獸化劑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有吃到的問題 對 然後... 就是比如說牛肉就... 牛肉...牛肉碗啊 牛肉有時候就會比較貴嘛 你知道他們有什麼代替嗎 我印尼應該是在荒島 你們會活到最後的 會啊 你們超強的 因為他們死不了啊 死不了啊 會挖塑膠來吃 真的 我們衛視真的很強 我那時候就是腸胃炎啊 我沒有去看醫生 我就是吃個藥 我一天就搞定了 我一天就好了 妹妹 你現在給我敲桌子三下 你不要講這種話 所以你們的求生技 不是老師 不是學校教 是整個國家一起教的 你是社會責任... 你是社會責任... 對... 你早在那邊活過七天 你這個世界上每個角落 都活了下去 這都變對了 OK 不要學喔 不要學 你們都走這前面我很好奇 是木頭嗎 因為我中小其實我活到是木工 所以我中小我就去學一些 什麼木工的技術啊 會做家具 我還會做木屋 木屋 先生的木屋 對... 所以我爸爸怎麼說 在我小的時候 他都會帶我去一些什麼 那個森林裡面啊 去採蘑菇啊 一些野草啊 讓我知道哪一些草是有毒 哪一些蘑菇是有毒的 然後還有什麼 那個... 我們在學校 我們都會上一些綠色隔塵 綠色隔塵是... 我們會帶學生到那個... 到山上去做一些... 知道什麼動物啊 說這個是什麼 那個動物的大片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 觀察 就是什麼 怎麼追啊 可能不太重要 知道那個大片 如果說知道這是老五大片 如果你踩到大片 你就知道 我踩到熊啊 這邊有熊啊 就危險了 對... 所以就要往別的地方走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很滿有... 如果我在... 我在一個黃島裡面 我應該可以活下去了 真的...而且你那麼會跑 各種季節 而且...對...總點 沙沙這樣一個總點 真的 我很會跑 所以遇到什麼... 什麼熊啊之類的 可能有一點點機會 沒有機會 熊都累了你還沒累 熊啊... 它的時速可以到六十公里 這麼快 我們台灣很熊啊 所以就算你... 你...你...你跑 你很會跑 沒辦法 熊不用跑 而且熊的... 他會更想要這個 好 琳娜 其實我們在烏克蘭 平常不去餐廳吃飯 因為很貴 對... 跟餐廳很少 對... 所以我們不習慣了 我們的文化都是這樣子 我們去成林 自己做菜 例如烤肉 烤肉或者那個... 用火山煮玉湯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大家都從小時候 什麼都知道怎麼自己做的菜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人 有比較特別的技巧 因為餐廳很貴 所以我們大家都... 大家都自己會做... 做...煮的菜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人一定 如果...如果掉到一個... 一個環島一定可以生活 嗯... 就是一定的 真的... 好的... 阿Ki 我本來以為我們歐洲都差不多 但是好像不是 因為在德國是這樣子 我們從小的時候 就學怎麼做一個... 火啊 就是要... 兩塊木頭啊 或是... 我們也學怎麼做一個... 火... 壁鎖物 就是用火做一個壁鎖物 這個我們都學在上課的時候 還有... 我們要... 再可以喝 這些東西我們都學 但是呢... 我們都沒有做 你們都是老師上課這樣 對 所以... 沒有實際做 對啊 因為...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你... 在外面有果子嗎 有這些道具嗎 餐具嗎 你沒有啊 但是我們重點是 也沒有學這麼... 用戶外的東西怎麼做 比如說從... 用葉子來做一個容器這樣子 對 我們沒有做過 我們沒有做過 所以我們... 可能到時候就完蛋了 真的喔 所以你們那個... 鍋子呢 鍋子... 所以你們教的那個應該算是... 對啊 我們一定會... 好... 真的喔 日本有嗎 日本... 日本人應該... 你太老實了 我有點... 捨不得 你知道 因為... 日本看好日本就是比較重是... 會不會念書 真誠喔 對 小時候就是沒有那個... 東軍那一種 就是外面思念那一種 但你們有家政客那種嗎 有 可是家政客就是... 做... 做玉子燒 對 炒青菜這樣子 對 真的喔 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 就是... 學校的課程裡面有... 可是那是... 就是... 他的主要的目的是... 就是... 就是... 所以老師就... 全部都是幫我們做 現在應該... 現在小朋友應該是... 一直打電動 應該不會有學那種 然後...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很了解台灣嘛 對不對 但是你們覺得... 如果今天台灣人掉到荒島上面 你覺得台灣人... 幫我舉一下圈插牌 插去多啦 還是有一些人覺得... 我們活得下去喔 真的... 謝謝阿琳娜 我們只一共通過是嗎 對 謝謝... 好 所以凱蒂你覺得我們活不下去嗎 我覺得... 台灣人應該可以活個... 為什麼 我們是靠什麼 那一兩禮拜算滿久的 活兩個禮拜 要搶你們的食物嗎 等7-11那些東西都吃光了之後 就不知道要吃什麼了 但我覺得如果真的是到一個黃島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台灣人跟大自然的關係 是有點距離 我們不夠了解 比方說我們拿游泳來講 那我第一次去日月潭的時候 我跟朋友去日月潭 我就看到了 我們聽下來 我就開始脫我的鞋子 我的襪子 然後褲子拉起來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說 欸 你要幹嘛 我說 我要進去玩水 他說 不行 不行 日月潭很危險 然後我說 我看 我就看風不忘記 你都叫他日月潭 那個漫漫的名字 你還覺得很危險 他們說 不要跟那個朋友這樣說 趕快跟他斷交 那個是台灣人 就一般台灣人這樣說 對對對 好像我聽說有吃人 所以我覺得才不會 然後我在美國 就是很少會聽到說 政府規定你碰到這個水是不可以 你們都不會有那個告示牌嗎 他們有可能 比方說那個水是很髒的 有賭的什麼之類的 他們可能會說 不可以 不要進去這個水 他們可能會這樣說 因為你自己玩水 那是你自己出事 那是你自己要處理的 政府沒有要幫你處理的 可是在台灣 我們大家都覺得 欸 我出... 我在水裡面出事 政府要賠 要理賠 所以我們會覺得政府有責 就跟... 就跟開車一樣啊 你學會開車... 在教訓班 在教訓班而已 你沒有學會那個判斷力 真的 對 因為我真的想到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在水裡面 海裡面 因為浪太大了 對 我有點游不回船上 是 海裡只有我一個人 是 我真的要死翹翹了 就是... 因為我太緊張 而且以前學校沒有教過 我記得我就是起來過三次 我就是... 我會游泳 我小時候我媽都是把我丟在游泳池 我會游泳 但是我那一度 我真的就是一直沉下去 我真的上不來 那種福利也不一樣 對 就是大海跟游泳池完全不一樣 而且那個... 海浪會一直往邊打 對 游泳池沒有 因為那個浪 因為它颱風快來了 所以它浪很大 然後那一次就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還上網稍微搜尋一下 怎麼樣救自己身體 而且其實在湖 或者河流也是啊 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因為湖... 它下面會有草啊 對 然後其實你碰到那個草 你就... 有時候會晃啊 那時候... 對 所以你真的要練習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嘗試 大家一定要學會 對 真的 我覺得台灣絕對喝下去 完蛋了 完全沒有學過機會 為什麼 首先要覺得台灣人什麼都怕 台灣人怕吃陌生的東西 台灣人怕吃這個 怕烹這個 怕喝這個 因為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就不太敢去嘗試 等一下... 你們有一些歐洲人也是吧 你們來台灣看到肉鬆 不是覺得很害怕嗎 肉乾也是啊 我們會逼台灣... 我們會逼台灣... 被台灣人逼要吃啊 對... 很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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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本身覺得台灣人 就是從小呢 就是父母會帶小孩去 就是學一些 跟...跟生存沒有太多關係 對 比如說要去學就是 補行班啊 或是去補行班啊 對 或是去大體驚 那些都是為了以後生存啊 是不是 對 要講荒島 荒島... 對 然後再來就是覺得說台灣人 其實到荒郊野外 就是去過個幾天 或去真正的去... 體驗那種生活的機會 我覺得很少 而且我們連去菜市場 那些菜我們也都想說 這是... 這是... 可以吃的菜都說不出來了 老闆這邊有A菜嗎 對 所以我覺得普通菜也是 我們只會分 因為是白的也是你白的 對啊 都一樣 比較硬一點... 圓的嘛 紅鬚菜也很好分 對... 水蓮也可以啊 水蓮... 水蓮就是沒有裙板的東西 真的... 對... 我想像就是對於生菜 好像台灣人不太能接受 對不對 對... 有很多我們都覺得... 對... 菜味好重喔 什麼玻璃巴說的 我們就覺得... 生草... OK啊...可以吃啊 真的... 都不行啊 不要怕... 我們都不要去就好 你真的要把我搶搶 好險喔 我覺得台灣... 台灣人確實是... 我反而覺得台灣人是還蠻容易... 適應 去試 去試東西 他們沒有遇過的等等 他們會試一次 可是他們就是要新鮮 對 所以就是... 我覺得沒錯 我們都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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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覺得新鮮嗎 野外... 野外絕對新鮮 野外絕對新鮮 但他的新鮮度過了之後 就真的 他們現在那個頭黃黃的 就老掉了 對... 結果是... 可以放多久 要放冰箱嗎 開玩笑而已 野外還放多久 我是覺得... 我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第一反應是... 絕對活不下去了 絕對活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黃寶沒有7-11啊 對... 在台灣人離開7-11 真的是活不下去 離開便利店活不下去 就跟大陸人離開淘寶活不下去 其實是一個道理啊 對... 就帶了裝備之後 如果附近沒有7-11 如果一個禮拜之內可以 一個禮拜之後絕對活不下去 對... 你們也一樣吧 你們也一樣吧 我們要去爬... 我們要去爬那個百願 不要看我們這樣子都在戶外 好像很厲害 背著包包什麼... 對...你們應該很多生活的東西 什麼... 沒有啊... 很可惡 真的... 你去台灣就是... 環島遊的時候 你去到哪裡 第一件事情就問... 對... 我們晚上就是哪怕吃完飯了 也要去7-11 對... 逛一下或者買個東西 買個吃的 買個喝的 走過路過絕對不要錯過 對... 沒有得逛 還有逛7-11 荒島沒有啊... 活不下去 今天... 今天是一個假日 對... 外面的7-11沒有開 對... 大家... 變成我們化妝師 所有人在講... 我手... 我手...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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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成熟一點 我們所有人... 每一個人見的 7-11怎麼沒有開 對... 沒有... 今天沒開 今天沒開 對... 附近所有的7-11都沒開 為什麼今天沒開 這休假 這休假 而且... 沒有的話他跑了附近的7-11 附近的7-11都沒有開 對... 五月四... 你們是不是也被傳染了 對... 被傳染了 被傳染了 真的 你覺得台灣在荒島 我們活了下去嗎 對... 對... 但是... 我來台灣的時候 已經是... 有點太誇張了 因為... 感覺是... 每兩百公尺有一家7-11 對... 現在呢... 其實我們還有那個... UberEats 對... 然後最誇張的是 你可以用UberEats 點7-11裡面的東西 對... 真的... 所以你覺得台灣如果沒有... 真的沒辦法 沒有UberEats 我們是不行的 對... 需要7-11 還有... 可能捷運 捷運 或者一定是機車 一定是機車 對... 機車很重要 才有辦法... 對... 對... 那你們覺得你們在台灣住幾年 也會變得跟我們一樣 現在就是啦 現在就是啦 對嘛 我現在覺得超依賴的 我找不到生活的荒渣 所以你們都不能去荒島了 不行... 真的不行... 你... 買自己的機車 又馬上變成跟台灣人一樣 對嘛 這個是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我聽你們講 我感覺如果只有我活得下去 如果北方... 真的 我覺得原住民是活得下去的 他是以前的台灣人 因為以前是住在比較... 他們的生活條件比較堅固 像你們這些台北人啊 現在的... 現在的台灣是絕對... 沒有別人你就不用說了 他們剛剛說... 沒有便利商店 沒辦法吃泡麵 沒辦法喝咖啡 沒有什麼火鍋店啊 沒辦法外送啊 還有... 不是有辦法... 幾點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台灣人是活得下去啦 真的嗎 因為很怕死啊 所以因為怕死了 他們會想辦法活下去 所以我跟你說 可能他們會去釣魚啊 然後一個禮拜後 就開一個壽司店了 然後再一個禮拜後 對面就是看很多... 因為台灣都很精正很激烈吧 這個是台灣人的厲害 聰明 你的黃島要有很多人耶 對 問題是這一個... 我們會去玩客 台灣人太孤獨也不行 他們一定要有很多聲音 不會啊 像我們化妝間很安靜 我們都很怕 對 而且拜託他們裝個電視什麼 真的很怕安靜耶 真的 我們如果在黃島都找到西邊 我們在那邊釣魚等你們來啊 對 對... 很恐怖 好 但是阿里蘭覺得我們是活得下去 活得可以的 我覺得台灣人一定... 一定活得下去 這很人心的 為什麼 我覺得... 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台灣人我覺得很喜歡那個... 吃青菜 對 因為我們烏克蘭人沒有那麼喜歡煮青菜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那個... 對 所以跟台灣人最重要的事情 台灣人很多這個... 對身體怎麼用 哪一個對身體比較好 哪一個... 因為台灣的... 很厲害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個對身體比較好 例如這個對外籍比較好 這個都懂得要吃 這樣子 吃枸杞眼睛會明亮 對... 烏克蘭人不會這樣子 烏克蘭人就是會吃的藥 我們沒有那個... 維他命或什麼 我們沒有那麼厲害的傳統藥 我覺得台灣這樣子很厲害 如果...如果台灣人那個... 掉到一個那個... 黃島 黃島 我覺得一定...一定可以生活 一定 沒有吃的藥 我們為了你我們會活下來 對 為了你我們又敢去了 對 其實我也覺得會活得下來 因為... 台灣人就是因為怕死 所以就會找個很多的方法 我們到底... 講話說 我們用怕死好不好 對啊 比如好了 比如說在一起時候 就是因為台灣人怕死 他們就會什麼... 做很好的防疫 是 但印尼就不怕死 然後在那邊就會... 很多人就是沒有做好防疫 反而就會很多人就過世 對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因為這個事情呢 就是其實台灣人就真的會... 不會...不會死掉啦 在黃島 然後在台灣的話 人家很厲害...很厲害發明 比如說像... 珍珠 那種的 我覺得怎麼會想到會... 這個QQ... 一個很好吃很好咬的東西 會被發明呢 然後說... 對... 很Q但沒有福馬鈴 對 說不定到黃島的過後 他們就... 台灣人就會做到... 研發出一些厲害的東西 對啊 所以就說不定啊 就像比如說... 我們印尼好了 如果跟印尼對比 炸雞就只會炸雞這樣子 就不一樣的點 就是只是在辣椒醬 如果台灣的話... 炸雞的話有... 有... 就有很多種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個人覺得台灣真的會... 很會發明 因為我們很有創意 對... 所以我們在荒島可以活得下去 所以我們在湖中生有 我們看到每一樣... 我們從每一樣的那個... 那個葉子裡面都會看到出食材來 對... 對... 我們會克服它 對... 不錯喔 然後Tomo你也覺得我們活得下去 會 怎麼說呢 因為... 活下去最重要是吃的 對... 然後台灣人的... 吸引力很強 然後有一次就是去原住民那邊 他都知道... 就是這個野草... 怎麼如果可以吃什麼 就是這個不行 然後他們種的香菇 然後就是叫我先吃 然後就吃了吃了吃了 然後... 其實香菇什麼先吃都OK 可是吃太多的話 那個菌就是... 會影響到我 對 身體不好 所以就是... 可疑我拉肚子 對... 所以他拿很多給你吃 對... 而且台灣就是... 好多辣啊... 或什麼... 我又不敢吃的東西... 大家都喜歡吃不是嘛 生蠔啊... 對... 但日本人不是很喜歡吃... 就是... 生魚片或者是... 生魚片... 可以... 可是... 不一定會抓得到魚 喔... OK 但我想問一下Tomo上 如果你今天... 釣到一個荒島上 然後海上突然飄來一個箱子 你希望那箱子裡面是什麼 覺得... 欸... 一隻... 雞 雞 不好意思 你就說... 什麼雞 什麼雞 就是... 明菇的那個雞 最近就是缺蛋嘛 所以我後來就是上完茶 就是日本的那個明菇雞 是特別會生蛋 喔... 因為缺蛋 所以你去研究了雞 你是想開雞生 因為你說好多人就是為了吃蛋 就是自己養雞 喔... 那個很會生蛋的雞 所以你希望... 挑來一個是... 明菇的雞 對... 是不是這個... 對... 喔... 就是這個雞是不是 菇菇雞 喔... 對耶... 你看喔... 如果它生了十顆蛋裡面 搞不好裡面又孵出一隻雞來 那這些雞就會吃喔 又有肉又有蛋 又有肉又有蛋又有雞 然後再生... 再生... 再生... 你這個好 那我也想要雞 這個很棒 這很聰明耶 對 因為它只有母雞的話 裡面不會有小雞 什麼雞 如果它只有母雞的話 要兩隻雞 一公一母 對... 要一個公的 他就是給你一箱雞嘛 我們就在夢想裡面 有男有女嘛 那隻雞來說已經懷孕了 打開的時候 但是我剛剛聽大家 我覺得這些 雖然我們小時候 身為一個台灣人 雖然小時候我們都沒有學到 我們在小時候上的 我記得家珍科也是學什麼 縫娃娃 對... 然後雕刻也有拿幾根木雕 在那邊雕一個板子 但是那板子你也不知道 然後那個好像是一個藝術品 對... 但是我雖然沒有學到這些專長 或者是生存的技能 可是我覺得長大 那我越來越覺得台灣人 在世界各地看到台灣人 我都覺得他們 適應力很強 對... 比如說我去到花蓮 我去那邊 他們其實是一個 他們是提供給現在的小朋友 跟大人 隨便你 你只要想去那邊學習 他都很歡迎你 他就教你怎麼種四季豆 怎麼種種植所有 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絲瓜 可能是在去年 絲瓜本人長這樣 然後一個很大 他可以這麼大 然後他如果熟了 然後他不甜了 就可以變成那個菜瓜布 對... 這種就是對我而言 都是從小吃到大的東西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我覺得台灣 有越來越多這種 我自己覺得很勵志的學校 或者是很那種生存技能的 然後不管是海的 對... 然後甚至連我們家新店 我們家壁台 我是...就有在華龍舟 我們華龍舟 華了好多年 到去年終於有那種 就是... 就是算... 至少你就看到有人在那邊 是在接觸大自然的 不是只是在百貨公司裡面 週末只帶百貨公司裡面 帶小朋友去玩 是... 我個人覺得 有越來越...好 其實你不用說台灣人 法國人也吃 其實我小的時候 我第一次到台灣 我看到那個夏子 看到是灰色 想說奇怪 小吃不是粉紅吃嗎 怎麼會有灰色的那個 因為我中小都在山上 所以比較沒有在吃那個... 海鮮 看到的... 我看到的夏子 是一斤煮好 賣一斤煮好 我覺得我台灣 怎麼會有灰色的那個 真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 生態教育 然後中小都開始錯了 對 而且我們很會挖地瓜 對不對 對不對 小時候我們都很會挖地瓜 這我不負荷 好 然後阿KIN你也覺得 我們台灣人在荒島上 是活得下去的 一定活得下去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我... 那你覺得我們... 那你覺得我們... 怎麼會有人的問題啊 台灣人真的很會吃東西 他們... 因為我都會 我們都...什麼都怕腸吃啊 但是台灣人就說 這是新的東西 我沒有吃過 吃 這個蟑螂可以吃嗎 好 我們靠一下看看 有一些蟑螂真的可以吃耶 泰國的... 對 台灣人的想法就是這樣 對啊 這麼多可以吃 也就是要加醬就可以吃 對 沙茶醬這樣 沙茶醬 對 沙菌的話 你可以加一些芥末餅 很多沙菌 對 你只要給我一個沙茶醬 還有一個大同殿鍋 我們可以活三代 所以我覺得你們根本就沒有問題 可是呢 我覺得大部分的台灣人 每一個月或是每兩個月 至少看醫生一次 已經可以開會 對 會... 叫做 對 你們已經可以開會員 就有一點不舒服 我看一下醫生好了 對 留一點筆氣 我快要死掉啊 你們吃什麼也都沒有用 你們活下去 就是到你們要找醫師的時候 對 所以我覺得海上 台灣人最需要飄來的 應該是醫生 新的家 新的家應該是 最好是瑞典的醫生 可以看病 又可以幫我生活啊什麼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 我們是用一個比較開心的方式 去聊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我們聊很多都是 生活必須要 一定要具備的能力 對啊 我覺得反思一下 就是我們教育的其實 在課本上面之外呢 我們走向大自然 好像也有學不完的東西 對 OK 今天先來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要記得喔 幫我們訂閱喔 還有按讚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的天啊 這是 耶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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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